西語言程式設計1 我們為什麼要學習西語言 因為西語言是一個在工程上 共通 的語法標準 我們在很多工程軟體 上所使用的語法 以西語言類似 所以將西語言學好對於工程軟體的使用 設計 有很大的幫助 底下我們介紹西語言的學習方法 第一 我們上課認真聽假 請做筆記 在這裡要特別強調做筆記並不是超程式碼 因為我們上課所使用的程式碼 在網路大學 都有的下載 因此 我們最重要 是要把 三科老師所講解的 思考過程或解題的過程 他說使用的圖形 或者是文字 按照自己的理解 把它抄下來 同時 在老師講解的時候 在每一個程式碼的後面 也就是右手邊 加助 自己說 理解到的 這個內容 以方便於日後 看這個程式的時候 能夠了解 整個程式運作的原理 第二點 我們一定要在自己的電腦上 安裝 上課 所使用的編譯器 我們上課使用的編譯器 一般來講 在 學校的計算機中心 可以下載 或者是說 我們也可以在 網路上面的下載 那這個下載下編譯器對我們 有什麼幫助呢 因為如果你下載的編譯器呢 他對於我們課後練習 就非常有注意 因為我們 上課一般來講的都是三個小時 那麼課後練習 對我們 系語言的語法 他的熟練度 是有很大的關係 如果 課後沒有做練習 那麼 單獨 依賴 上課的三個小時 他的這個 效果是非常的有限 接下來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 如何利用 西語言 解題 他一般的解題方法是怎麼樣 第一個我們在 草稿紙上思考 以及分析問題 我們倒不能同學 並沒有 從小 都一直在 電腦前面 思考這個習慣 因此呢 我們通常對於一個 老師所設定的問題 通常需要在草稿紙上 做一個 解析 把問題 把問題 看清楚 分析清楚 然後思考他解題的方法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在草稿紙上呢 我們就可以 把整個 解決問題的方法 跟步驟 把他寫下來 這樣子的話 我們在 上記的時候 就能夠 很快的 把這個程式 把他寫出來 然後我們在上記 的時候呢 只要 檢驗一下 我們 這個有沒有符合 西緣的語法 那這樣子 我們寫的程式碼 他成功率就非常的高 好